说说我这台无极的150 GT 现在我骑了大概是2000公里了 咱今天主要说一说 它都有哪些在我看来的家装 那个时候刚提车的时候 咱就装了这么一个保险杠 这个保险杠相对 除了价格贵点其他还不错 但是如果说这一块 这个脚这个往外伸的这一块就这一根 如果能往前移一块 那就绝对完美了 这个保险杠总体吧 给我的感觉至少能够起到防止磕碰的作用 这个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动 包括你像风挡 这个好多人想加个高一点的风挡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原车的这种状态 加了我的专门的一个字 专门这个语字 前边这是刚前两天刚装的这么一个后视镜 这个后视镜可是范围一下子变的 非常宽非常广了 原车的后视镜个人感觉有点小 装上这个 你这个钱虽然花的有点贵 这得一条眼浅 但是能够保证你的安全性 这边是一个防抖的手机支架 大家伙记着 不论你买什么品牌的这个手机支架 一定买这种下边后边这个地方 带防抖的 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避免你的手机的摄像头 被长时间的抖动 因为这玩意都单纲 单纲的时候难免它会抖动 如果你总是这么能来回来抖动 容易把你的摄像头给震费 另外一点天气现在变得越来越冷了 装了这么一个棉把套 这个棉把套在里边还是非常爽的 而且外边如果 你下雨的时候 这就专门一个防雨罩 这些东西在我橱窗里都有 包括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手把加热 手把加热一百来块钱 我觉得这钱花的非常值 后边把绑带能够起到有效的让你的这个东西有地方的这么一个作用 你只要正确实用 那就掉不了 你不能像我们家女神那样随便这么往上一猜 那就容易掉 你看其实两根的这个绑带很实用 本身装了一个摩多郎的50的尾箱 其实我这个尾箱算是走了一段弯路 一开始装了一个废池40的尾箱 但是那个尾箱装上之后感觉小 现在如果说你装铝箱的话 那就装这种50的尾箱 50的尾箱 相对来说这个个头也比较大 你能够放上头盔 再把你的护膝手套都放到里边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摩托车带尾箱 所以我就把它拆掉了 只是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弄临时装上 平时还是这么个状态 其他的还有啥 加装改装吗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一个速车的状态 昨天有人说你这车是不是要卖了 我觉得短期之内是不会考虑卖的 怎么着你得骑上一年半子的 还有这里 这里是运动相机的这么一个支架 运动相机的这个支架 其实这是一个优篮子的快拆 你装运动相机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装在上面 这个快拆还是非常方便的 不管你是弯插2还是弯插3 这个都支持 只是两种型号不同 这种没有外置储物口的车型 你像就装一个车头挂包 这个就非常实用 你像你的手套或者是简单的手机模的 放在这里边 然后很方便很实用 还有一点 咱刚骑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最经典的 那当时虽然看不上这个车牌号 但是这个车牌拖 你看一点不变形 即便是磕了碰了 而且能够有效的减免你的震动 我那时候没装车牌拖的时候 感觉后边的震动好大 就这一块老师来回抖 装了车牌拖之后 它后边有这么一个指针垫 哎 这一下子就不这么抖了 小区解封之后 咱把它加满油 咱就在市区里 我一个人骑 我200来斤 1米83个子 我看看它的续航到底能够跑到300公里 看看试试行不行吧